全红禅丢贯后,周济红官宣决定,红姐去向曝光,陈若琳懂了,就差一场世界杯年度总决赛的女子十米跳台冠军,全红禅就能够追赶上她的导师陈若琳,成为十米跳台历史上第三位完成大满贯的选手。 然而,在那场决战中,当陈若琳以出色的第三跳逆转比赛的局面时,全红禅面对巨大的心理压力,她的207C动作再次出现了失误,这让她最终以30多分的差距失去了冠军,也错失了大满贯的机会。 尽管输掉比赛后,在接受采访时,全红禅表示,无论冠军是她还是陈若琳,只要是中国队的,她都会感到开心,但她也坦言自己感到不甘心, 事实上,在第四跳出现失误后,全红禅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输掉比赛,进入淋浴区时,她眼眶泛红,不过她很快调整了情绪。 从登京奥运会开始,全红禅和陈若琳共同参加了15次比赛,但全红禅仅赢得了5场,输掉了10场。 如果不是奥运会,全红禅和亚运会这三项重大赛事的冠军,全红禅可能会被完全压制。 乔红禅输掉比赛的原因,除了身体发育不足外,心理压力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尤其是她总是在预赛中排名第一,因此在决赛中总是要在第二位陈宇希之后出场。 一旦陈宇希跳出好成绩,乔红禅就会感到巨大的压力。 在最近一次采访中,跳水队的领队周继红就乔红禅最近的比赛表现发表了看法。 他指出,尽管乔红禅和队友陈宇希的技术水平非常接近,比赛的胜负往往取决于运动员现场表现和心理承受压力。 因此,为了帮助乔红禅调整状态,周继红决定在西安跳水世界杯赛后让他休息并享受一段轻松的旅行。 周继红的这一决定反映了他对乔红禅当前心理状态的深刻理解和关心。 他认为,乔红禅目前面临的挑战并非技术问题,而是如何在高压环境中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放假期间,乔红禅在队友陈宇文的陪同下游览了西安的民胜古迹, 包括兵马俑和华清宫,并观看了当地的传统表演。 这种轻松的旅行方式显然帮他恢复了心情,从他旅行中的照片可以看出他明显非常开心愉快。 此外,周继红希望乔红禅的教练陈若玲能够理解并支持这一管理策略。 他强调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说,技术训练以外的心理辅导和情感支持同样重要。 通过这样的方式,乔红禅和他的教练可以共同努力, 克服压力,实现更大的成长和突破。 周继红对乔红禅未来的表现充满信心, 相信他能够重拾状态,再次展现出让世界瞩目的卓越才华。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多多发表你的看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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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